朋友们好,2023年的2月8号,我们继续分享过时 昨天呢,我们引了无法宪回忆 还有呢,就是高文谦写的往年周恩来里面 涉及到的京西宾馆事件的一些个内容 他们俩的回忆呢,时间一致 就是1967年的1月19号和20号两天 京西宾馆,所有的京西宾馆事件 但是他俩回忆的,会议的具体内容 这两天里的具体内容,这个不一致 这个无法宪呢,无法宪的说法呢 就是开会的第一天,就19号那天 这个徐向前和叶建英他们就 这因为消滑的问题,然后那个就有了冲突 叶帅就把这个手都排骨链了 但是在往年周恩来里面 刚才说这是20号发生的事 19号呢,仅仅是陈宾达批了消滑 要消滑上群众大会议检讨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第二天继续开会的时候 才发生了叶帅这个 和这个叶帅,才发生了叶帅这个 拍桌子的事情 然后把这个手掌拍成了鼓励 按照这个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是 20号第二天,这个常委碰头会继续开 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因为头一天批了 陈宾达批了萧华 要打算让萧华出去上群众大会议检讨去 那么说,这个 散会了昨天,头一天,19号散会了之后 这个周恩来呢,就和叶建英一起上毛主席的汇报去了 说他们要揪斗萧华什么的 然后呢,就是说 毛主席当时呢,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的这个 表示了态度 毛主席说,没有我的命令 萧华不能去大会做检查 这就等于变相保了萧华了 没同意陈宾达的这个提议 所以呢,这个消息传到第二天的会议 上呢,给这些老军头们好像打了一针时 大家觉得,咦,你看 毛主席都不同意批斗萧华 所以这帮家伙,这帮老军头们 就把那毛头又冲着中央文革又开始使上心了 按照晚年中央人来的说法 就是 参加会议的各大军期负责人知道了 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 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 批驳他们企图搞乱军队的做法 有的还指名道姓批评了江青 甭管怎么说了 甭管怎么说了 这个叶剑英拍了桌子 然后呢,因为消化事件 导致了这个中央文革和这个军队负责人之间 军队将领们之间的这样的一场冲突 按照吴法宪的说法 吴法宪的回忆是比较详尽的 我们继续回到吴法宪 吴胖子的回忆路上来 他说 叶剑英这一发火 会场上的气氛立刻就紧张起来 然后呢 徐向前和叶剑英 两位老帅在消化问题上的公开矛盾 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 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 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休息 但是背后却都议论纷纷 就是在这天夜里 萧华的家遭到北京军区温公团 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犯的包围 这些造反派不但抄了萧华的家 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 还要揪走萧华 但萧华从后墙 从后院跳墙出走 跑到叶剑英家里躲了起来 躲到叶剑英家去了 然后看着萧华来了 叶剑英非常生气 他立即打电话 请求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表态说 抓萧华抄家和抢档案都是不对的 毛主席还马上找到江青 要江青亲自到萧华家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在毛主席的明确指示下江青来到了萧华的家里 对那些军队造反派说 谁让你们来抄家的 是谁让你们来揪萧华的 还不赶快撤出去 天亮以后一定要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住 江青这么一训 把造反派训走了 江青还批评了萧华的秘书 责怪他不该随便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那些造反派 让他们抄走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 20号的上午七点半 杨成武在京西兵馆召集大家继续开会 他这个回忆就是 把这些事都写成了19号那一天 高文谦说的是第二天的事 是20号的事 但是他说是都19号的事 无法现回忆的20号这一天的事 是杨成武继续召集大家开会 专门传达萧华的问题 杨成武告诉我们说 江青要他来向大家宣布 昨天晚上在萧华家里发生的事情已经查明了 泄露会议情况的是杨勇北京军区司令 这个确实是 确实是杨勇 因为头一天 这个常委扩大会 常委扩大会 因为有陈伯达批了萧华这个事 当时会议宣布了一条纪律三回之前 就是今天会议发生的事 不许外传 不许外传 结果呢 这个杨勇 就在北京军区那就给 回去就给透出去 还有是谁 是李先念吧 好像回国务院 好像啊 这个也把这事给透出去了 我把纪说杨勇在前一天晚上三回以后 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 对于这件事情杨勇要负责任 他还传达说 毛主席已经对这件事表达了态度 认为抓萧华 抄家 抢党案都是不对的 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像江青的人说的那样 我不知道 不过这次会议以后 中央文革就批准 又把杨勇抓了起来 他说是中央文革批准 这都是 这个 这是无法现在回忆 中央文革 能那时候没有批准抓谁的权力 你何况杨勇 中央教育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啊 是不是啊 这之后的一天晚上 毛泽东在文革命大会堂观看演出的时候遇到萧华 对萧华说 萧华呀你写个简单的检讨 我给你拼一下就没事了 萧华听了很听了很高兴 连声说好 谁知道在这个检讨一写 在晚派就继续揪住不放 于是毛主席又要萧华 写了第二次检讨 又给他批了 这才让他好不容易过了关 就萧华 六七年年初这场冲击有惊无险 二十日的上午 然后接下来 就是两个回忆都又合到一起了 高恩谦也是这么回忆的 齐文宇也是这么回忆的 无法宪也是这么回忆的 齐文宇说 这个金西宾馆事件发生以后 叶剑英又到林彪那儿去告状 他列取了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学员 批判军队干部的种种罪状 特别讲到萧华被逗的情况 其实你说萧华是林彪的老部下 林彪要保萧华 其实呢 萧华在军队中是支持造反派 所以中央文革也是主张保萧华的 但是呢 好像说林彪不分青红皂白 夜间告状了以后呢 江青就把林彪就把江青 叫到毛家湾去大发了一通脾气 这个 七文宇说 说这个林彪大发一通脾气 对着江青 把一小茶几都推翻了 江青再三变白 林彪就是不听 后来江青要和林彪 要和江青一起到毛泽清 去评礼 后来据说是叶群跪下来哭求 才劝住林彪 江青回来之后跟我说 他一个病夫 我又不怕他 我是照顾大局才让他的 七文宇说 其实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之间 这种磕磕碰碰的事 是常有的 但是闹得这么大 并不多见 后来这个事被传了出去 很快被一些人故意宣扰夸大 其中最恶意的是说 林彪当场 要人把江青拉下去枪毙 我们在其他有些人的回忆 或者史料里面 也说的说林彪气急了 说要把江青拉出去毙了 这都是夸大题词 一个传额了 吴法倩也说 吴法倩说 三十日的上午 叶杰英也向林彪汇报了 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 以及后来发生的 超消化家的问题 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 当即邀秘书打电话 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 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 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 不料林彪一见江青 就火冒三丈 不等江青开口 就大发脾气 连猪炮一样的责问江青 你们说解放军 已经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级轨道上去 有什么根据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江青说的 这老夫子成不达说的 成不达批消化的时候说的话 他都发到了江青的头上 你不要说 说三座门是阎王殿 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 你们太放肆了 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 是毛主席指挥的 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 你们这样仇视军队 仇视军委领导 我干不了 不干了 我辞职总可以吗 我要报告毛主席 你们不从我商量 就大骂萧华 鼓动抄家强档案 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 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 想搞掉总证 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 我要找毛主席 我要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路 这是无法宪 由冒号引号写出来的 这个 林彪 这脾气发大了 你很少能见说林总 能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更无法想象说林总 那么爱毛主席 那么热爱毛主席 他怎么能对毛主席的夫人 大光切火 还是那句话 谈着林可以那么对待江青 林彪 也就可以那样对待江青 一样 这帮老军头 他满脑子 哪有什么女人帝 又不女人帝 我还是那句话 这都三观演义里面 没女人的事 我发现说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 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 但林彪连说代骂 根本不让江青解释 所以等林彪稍一停 江青立即说 林副主席 你请息怒 我说几句行吗 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这句话 不是我说的 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 陈伯达是组长 我是副组长 我没有权利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 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吗 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吗 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 你不知道 他要讲什么 你也不知道 不经过你的同意 他敢随便讲 江青回答说 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 我确实不知道 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 不过呢 陈伯达对总政 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 中央军委对无产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 也是真的 那这江青也坚持原则 解释是解释 但是呢 也说了硬话 结果听到这 林彪更加火了 他一下就把身边的插机给掀了 说什么叫清规戒律 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 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呢 搞乱了军队 究竟对谁有利 毛主席批准的八条 你们也要推翻吗 就是这个1966年10月份的时候 中央军委通过了八条 为了稳定军队 然后对军队的文革做了八条规定 后来林彪不是 这是叶金英学向前他们几个拉出来的 然后报到林彪 林彪他们几个一起把这八条就形成了 形成之后林彪就报给毛主席 毛主席随后就批了 批完之后 林彪说 当场还谢过毛主席 说毛主席啊毛主席 你批准了军委八条 这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八条 这林彪拿八条说事 愤怒之下 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背车 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 把事情说清楚 是我的问题 我辞职 我不干了 说这时候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 林彪一见又大叫 叶群你来的正好 我从江青吵闹翻了 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 提出辞职 我不干了 我发现说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 一面哭 一面苦苦哀求 两人不要吵 叶群事后告诉我 在这种情况下 林彪即使见到毛主席 也不会冷静下来 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 没有办法 叶群指着在林彪面前跪下来 抱住林彪的腿 不让他往外走 他向林彪劝说道 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 都肩负着重担 在这种困难的时期 不要闹意见 有话好好说 你们应当相互谅解 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 对你们两人都不利 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啊 公关大家 这个叶群 接着他又劝江青 说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 林总脾气不大好 现在正在火头上 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 把问题讲清楚 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 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 影响主席的休息 分散他老人家的经历 江青 吴马先生接着回忆说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 说你是中央副主席 军委副主席 我有错误 你可以批评我 你批评我 斥责我 甚至骂我 我都可以接受 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 那些话的确 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 骂肖华 抓肖华 抄家都是不对的 绝对不是我支持的 你可以检查 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 毛主席 是我错了 我检讨 那你还认江青怎么着 江青话都说到这份 我发现说江青刷以后 江 叶群又劝林彪说 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 向你表态了 就不要再闹了吧 啊 我发现说江青这一软下来 那林彪呢 也不吭声了 坐到了沙发上 叶群拉着江青的手 也坐了下来 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 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 回到了钓鱼台 啊 这你看我发现的回忆里 也没说要 林彪要枪毙江青 我发现说 这次林彪同志与江青大闹 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 可以说是种下了分类的种子 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 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 不敢过分的谴责 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 一直延续到九大 延续到卢山会议 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这我发现就是夺君子之辅了啊 这个这种正常的 这个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什么 这都很正常啊 林彪和江青他们分裂 或者冲突的这个种子 根本不是一次 就是这样的一次矛盾和冲突 林彪和江青他们归根结底 是他们他们最后啊 成为了对世不两立的两方 归根结底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归根结底是林彪张珍乔他们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基础文化大革命 捍卫无产基础文化大革命 而林彪和这些老军头们 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跟刘少奇 战小平他们都一样 跟这些老军头们 跟这些个造反的 这些老军头们都一样 他们到死都不理解 文化大革命 包括林彪在内 我说实在实说 说到林彪的时候 我不是说过 林彪一直到死 他都不知道毛主席 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他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搞文化大革命 他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以这种形式搞无产基础文化大革命 他到死他都不理解 在这一点上 他跟战小平他们别无二致 所以实在实说林彪的时候我说 林彪没有九一三世界 林彪就是活下去了之后 林彪假如是在主席百年之后接了班了 他和战小平会殊途同归 你看他们俩是不共戴天 死敌 但是啊 即使林彪后来接了班了 中国也一样 奸诚诉就宗 一样 跟战小平搞得会别无二致 哈哈哈哈 我发现说 据我所知 在当时的中央常委 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头 敢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 除了毛主席之外 就只有林彪了 他还不知道 谭振林还斥责过呢 是不是啊 齐文宇回忆里面 哈哈 但齐文宇呢把这个事情又发散了一下 齐文宇 齐文宇说呢 这个事后呢 这个叶群呢 也多次来找江青 有的时候齐文宇说 他他也在场 叶群说 林总对叶剑英 一直是很警惕的 这不是叶剑英告的状吗 上林彪呢 双双精心宾馆 这个斗消滑的事 叶群说 说林总对叶剑英 一直很警惕的 他说尽管叶剑英 积极的反贺龙 反罗瑞青 林总还是不看好 这个叶剑英 说他这个人不会打仗 就会无事生非 林彪还关照叶群 叫他以后在叶剑英面前 说话要小心点 江青也跟我说 在萧华的问题上 他上了叶剑英的一个大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 林彪并不是像后来一些人 听说那种两面三刀的人 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是会当面跟你干的 只是啊 只是他对自己的部下 保护的很厉害 这就是这个 二人逆流的先生 京西宾馆事件 前后的事 从京西宾馆 一直闹到毛家弯 明天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